本節目沒有人贊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科哥功課 今天我就直入主題了 我來到這個叫Grayfront HK Hello 找了兩位吳師傅教我怎樣去幫忙做這個雕刻 純手工雕刻就是我們很傳統 沒有用機器的 純粹就是用一個手錘 手錘 你這個錘子是 這個錘子本身是沒有彎 即是你捏到它這樣嗎 拿到它就是這個形狀 即是你把刀幹成你的形狀 你是這樣捏住它 本身是怎樣的 本身是這樣的 你捏了它多少年 這個大約捏了14年左右 捏了它14年 是的 吳老師傅你做了這行多少年了 我做了這行50幾年 做了這行50幾年 嘩 你 捏到那個錘子這樣 我起初以為它是批了自己的手型出來 剛就手 我不是很敢捏著它 我怕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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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可以教我什麼人的技巧 初以為它是簡單的 我拿著它 因為我這樣拋打它 而這個呢 左手按住它的鎚 一下一下一下 比如在直線呢 你還要保持它的直 以及它那個扇負的初以負責 然後呢 這塊呢 我們明天叫做濫糖 濫糖 對 叫做濫糖 濫糖 那它就是固定不同原狀的物件 如果它鮮熱呢 它就會變化 我們一邊燒 然後呢 然後呢 根據不同原狀的部分 就是要燒軟它才可以拍東西 對 才可以放東西 然後呢 然後呢 不同原狀呢 就是不適合那個 眼細 然後呢 它呢 它呢 就可以呢 就變軟了 它呢 就不會動 我留意到這件事 你的腳可以按什麼呢 這個呢 我們叫做呢 就是蜂牛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油管 這個油管裡面呢 就是有白條油的 然後呢 它經過它 把動了出來 有些燃燒的氣體呢 要捲著它呢 就可以呢 奔進去 這個呢 這個就是蜂牛 沒有 夠大補的 夠的 夠的 就算它是溶筋 溶筋溶筋都可以 溶筋都可以 那可能呢 譬如有時候 要按摩一些東西 那又有純細 可以按摩一些東西 對 對 這個呢 所以這個呢 雖然相當之靈魂 這隻叫三角鑽 剛才呢 就說了 試過一點 就是一批直線就是用這個 等下發覺呢 就是一批它的紙 也是個名字 所以用這隻鑽 如果撐打它之後呢 它一直往前進的 譬如 我要深一點 有這麼淺 其實呢 同樣動作 只不過有一點微調 就是將這隻動緹一點 你感覺到的聲音 比剛才更大聲 因為其實呢 它不是大力而深的 是一個錯覺來的 只不過它深了之後呢 它的阻力大 這個鑽呢 就強力一點 去 形成呢 就是 好像大力一點 它就深一點 大力是撞崩都會的 哈哈哈哈 好 就是這樣 阿福哥你也可以 好 我可以猜猜猜 收工來說呢 短時間呢 比較難做到合自己的要求 其實阿福哥你這麼短時間 是有這個直線的形成呢 已經是不同的了 那當然一邊練習 一邊練習 一邊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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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情況就差很多 因為我看到一些何誇張 我一進來 我看了這隻東西很久了 這隻是Apple Watch 你們是整隻雕了很多花 甚至底下 你看 你看 是這樣的 對呀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這隻雕了很多 這隻雕了多久 這隻雕了 這隻雕了 因為之前那裹的雕了 一小時 大概 我應該用了差不多三十小時 因為以前 早個年代 經濟沒有發達 即是說起就是七十六代 有多手勢 如果是沒有雙鑽石 經濟的時候 那時就沒有雙鑽石 不是哪有這麼快到射 是 因為那個時代 對 那一路 就是雕了 花盆 雕了 這個雕了 雕了 很少少 華麗一點 對呀 我想我們在70年代 那些人 穿上衣服都很花 多 每個超實 每個嶺 都在巴黎城 原來是買不到石 大家也知道 原來 越花的人 越買不到石 我應該做這個 就是S型 如果做一個比較大 就是圓形 就是這樣 看師傅好像很簡單 哦 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 就是我們用這支衣服做轉 如果說轉的圓位 有一支座 因為我們每支座 其實它是浸進了一個花紋 這些是在哪裏買的 現在這些 本身原裝是日本材料 這些是日本料 但我們回來 都要改裝 因為這個切割門 有廣度 就適合我們自己去花 以前那個年代 你是沒有那麼多 專門雕刻店買東西 師傅 你自己做 以前以前 其實反過來 最初學的時候 一學 其實是學做工具 拍攝衣服 對 因為你完全沒有工具 是我一學 的 因為它差不多 因為過多熱度 過多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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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剛好 那熱度 白熱啊 你還火啊 把它放下去 就等到外面 然後把皮膚蓋放進去 把皮膚蓋放進去 然後把皮膚蓋放進去 把皮膚蓋放進去 把皮膚蓋放進去 這件是不太多 因為是長期訓練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是慣性的工作 其實它對於我們工作 很有幫助 因為這件是客人的物件 如果我們用金筍作用去撞化 還有用這個工具 手比較貼切的位置 因為手比較柔軟 按下它 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 四邊四邊 都能夠很貼身 令到底 貼住 用手就是 只不過我們 要不要仔細看你的手 其實是因為枕 令到它可以好熱 師傅是你手指中間這裡 全部都是枕來的 是啊 因為工作的關係 長期 你右手拿脫的 是 右手的枕是重勁的 全部都是 是啊 全部都是枕 因為壓迫皮膚 所以是拿脫的 拿脫的 它全部都是短的直線 用上一致的 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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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蔥油 用頭的芯條 把它剃開 把它剃開 那些全部都是向下對斷自己 對 對著自己 放在這裡 本來呢 師傅問我 想作些什麼字 我就 我說有一隻牙 這樣 我就說 不如作英文字 佛國奶 Station 很長 然後 過了一會 師傅說 你不如作一個佛紙 先 線索來的應該是 二百小時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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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撞了一站 不知道什麼東西出來 我決定了一個東西 這隻成品 我旁邊 我旁邊都叫有參與一下 撞個F字 然後 那個房子 交給師傅 好 處理會很瘋 要不然會生一隻牙 大哥 那就是 手合作 對 手合作 一隻牙 這樣 這樣 放 這樣 交給你了 師傅 我每一放下去 都好像浪費一些物料 這兩個英文字 都說少 簡單 所以我用粗一點的線條 令到日子 就比較突出 讓我立體感強很多 現在是拿出來 現在是拿出來 然後它就移軟一點 因為如果上面 就蓋住了它 它就移軟了 然後 然後浸天拿水 但是浸天拿水的過程 浸什麼呢 是天拿水 天拿水 因為我們刮薄了這些腩糖 浸天拿水 它會快乾淨 因為它這麼厚 就不可以了 刮 所以我們盡量避免 就是因為 我們要用硬的金屬 比較難 影響 會發 所以 我還是要用硬的金屬 我還是要用硬的金屬 對 真的 真的是 因為我用的刮 因為我用的刮 我用的刮 我用的刮 光芯的刮 光芯的刮 就很容易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打算蘸這塊 各位熱心觀眾 你一手沒有一個 一吋長的浹 你不要試 剛才那一刻 那一刻 拿著它用火燒 那一刻 不要試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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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天啊 水 放進去 一邊慢慢 放進去 將那些冷糖 就可以溶解 然後 炸就會很乾淨 因為這樣的過程 對那個字 是沒有影響的 而且裡面的 另一個程度 也不會減少 因為 另一個人 凹進去 我只不過 在面上 進去 哦 對 OK 還有花邊底 對 剛才 剛才包住的時候 原來不覺得有花邊底 原來是 哇 一隻看下去很簡單的 壓 其實都調了很久 你中間要學那些工啊 挑字的技術 技巧 其實都是非常厲害 挺好的 我發現 很多師傅 他們是 沒有人吹 看到師傅 就會覺得 很開心 對 對 小孩 好像是有成度 是嗎 我有學過 但是主要學 我也是比較小時候 被迫 去學的時候 我只是對那個技術 會有認識 但是真真正正的工藝 其實我不太多 但是因為小時候 我爸爸迫過我學 所以我就知道 他的工藝 可以做到什麼 變成了就是 我現在會上網去接 一些客人 做些什麼的時候 我就會很清楚 哪樣東西做到 哪樣東西做不到 哦 師傅 你有沒有接過 一會兒 接了回來之後 我就搞錯了 接這些東西回來 你只是說 小Kais 我更瘋一點都見過 沒有的 其實呢 因為以前我們做的時候 都要是 客人給什麼 我們就要做什麼 我都說了 而 比如偶爾接回來 自己 不會說 那麼 那麼想做 很想做 或者難度很高 也都不能夠放棄 因為客人給到 那就盡量做到 有沒有最難忘的 客人給了一些 什麼瘋的東西 給我們去鑿 嗯 曾經有個客人 給了一個很寬的手額 手額 但大約寬的這個 就是五倍 嘩 那些是護碗 不是手額 對 好像是鵝馬 那些毛鮮 那些 那些 那個來講 就是充滿 那些 就是這樣 那麼粗 哪裡找到那些銀 人家神經病 那些是這樣的 剛剛做金的 就是做銀 它是一個大光芯 但是又不太多花 它又要什麼呢 要剁油沙 那些油沙 剁油沙 就是這些油沙 再油 再油這些 給你看看 這些油沙 什麼都叫做 這些油沙 已經是粗多了 很粗 那些油沙 如果每粒 比起來 就應該十分一粒 就是十分一粒 即是十分一粒 如果它有一片 兩片 就有十粒 就像用針去 對 對 形容得很好 好像針一樣 那些油沙 做了十小時 不停不停地做 那些油沙 就是一個 真的 很難忘 因為同一動作 做這麼多小事 那些油沙 如果人都不能停地去 對 過過了 有沒有收到它一筆金 你真的 給多一點 不瘋 不是 我們正在正常 正常 不過我們用正常的收法 它也有提到 它是失去預算 但也沒有想過 是這麼好的 那是呀,不愧是呀 因為那隻花紋是用時間去做的 當然呀 可否技巧太多了 很感謝你今天花時間教了 難得拼拼 拼拼就行了,我馬上去看 我有回覆了 馬上要不回覆 厲害 今天希望大家看到 很多人經常說買一隻鴨 那些金工,那些送菊 買些金器也好,銀器也好 挑花那些,送菊給你 不要送菊 有很多心血在裡面 你真是抵比 多謝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傳統首位 真是超傳統,我們機器都沒有 那就下次的霍佬工房,我們再見 拜拜 好呢,影片來到這裡就完了 大家記得like and share 還有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就是這樣啦,拜拜啦 拜拜啦